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昨日公布的欧元区12月中期景气指数也表现不佳 低于前值的30.9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欧元 ACY希望认为 上个交易日 欧元对美元正当上行至1.1793 后承压于1.18关口下方 开始持续回落 其原因是 一方面市场早已预期 美联储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疲弱的通胀问题 仍然令未来的加息前景应于密布 另一方面 市场也普遍预期 本周四公布的欧央行利率决议 要将暗宾浮动 难以引发欧元的大幅波动 因此 欧元短线下停至1.175下方 目前在1.174不仅交投 此外也要提醒各位投资者 本周四也将公布美联储利息决议 以及美联储加息点证图 若美联储暗示明年加息脚步加快 那么美元则可能急剧走高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 技术面上 从日线趋势途中可以看出 欧元美元在上行受阻后 要将重启短期下行趋势 上行方面 建议投资者关注阻力位1.180 突破后则将继续上行至1.1850 下行方面 建议投资者关注短期的支撑位1.1700 后市中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15点整将出炉 德国11月CPI年率中值 17点30分 同时公布英国11月失业率 英国截至10月3个月ILO失业率 21点30分 美国11月未计调CPI年率 23点30分将公布 美国截至12月8号当周EIA原油库存变动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 您可登陆ACY官方网站 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C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